星星吻神圣 庄眼神圣的四面佛神像 下巴被炸弹炸掉了一大截 甚至连右脸颊都缺了一脚 所幸其他部分 大致上还是完好如初 就是因为炸弹客 当时冲着四面佛附近 人潮最密集的地方而来 其实从这个神像 直接过来不到三公尺的地方 其实这里本来是放着一座 木制铁椅的 现在整座铁椅已经拆掉了 因为当时第一时间 这个铁椅上被放了 这个背包炸弹 据了解这个背包炸弹 重达三公斤 而在爆炸的第一时间 冲击到我们可以看到 连铁栏杆都被整个炸歪 然后后面本来有个告示牌 也被炸飞 爆炸案第一现场 被炸毁的地板 重新铺上水泥都还没干 因此围起护栏 新的椅子也还没补上 中间新闻观察到 原本周遭热闹的人流 明显变少 有摊贩还是正常出来做生意 毕竟五年前早已面对过 附近百货公司掀磨广场的 纵火攻击事件 大量的警力进驻现场 为什么 因为其实重新开放以后 进来了大量的媒体 以及大量的参拜人潮 其实他的这个可以说是 他的人群是比较混杂的 爆炸案后第三天 四面佛在台湾时间九点钟 重新开放参拜 比预计时间提早了一个小时 大批警力进驻 提高危安层级 只是爆炸案现场 还是有不少碎片 残骸 玻璃 还没完全清理干净 下巴受损的四面佛神像 后续怎么修缮 更是急需解决的大难题 记者林家旋 黄茜莹 泰国曼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